歡迎收看電玩宅副配 我是主持人比喻 要在短時間內爆紅 要馬上改編成電影 之後呢又相繼預定推出了 家機跟手機遊戲的作品 沒錯就是前陣子我們介紹過的 鬼滅之刃改編手遊 現在已經開放事前登錄啦 你準備好登錄了嗎 時下當紅的動漫作品鬼滅之刃 隨著電視動畫的播出之後 人氣浮搖直上 漫畫銷量還一度超越王者航海王 趁著這股熱 官方也公布了改編電影和遊戲等等內容 將這股鬼滅熱潮的經濟效益最大化 而改編手遊的鬼滅之刃 血風劍己大逃殺 就在近日已經與日本展開 事前登錄活動啊 本作是款非對稱對戰生存動作遊戲 玩家會被分成鬼殺隊和惡鬼 兩個陣營展開廝殺 雖然鬼方人數較少 但具有強大的能力 人類則必須透過合作才有勝算 但就在電影和遊戲都還未正式推出時 雲蹤漫畫就在上週的205話表示正式完結了 正後續的連鎖效應 會對未推出的改編作品產生什麼影響呢 各位玩家們可以在下方留言討論喔 別忘了訂閱電玩材素配鎖定最新消息喔